建設公司瞄準觀光商機大餅 將本來控制的辦公大樓活化利用 但商班大樓這麼多 要變身商務旅館 前提是位置得先挑對 分別挑選的是位在民生東路 因為靠近捷運行天宮站 另一棟敦化南路上的 也因為地鄰信義安河站 捷運的方便帶動住宿力 地點差異化經營瞄準不同客群 建設公司算盤打得精 比起蓋一棟商務旅館 從無道友 舊商班大樓 有現成的土地跟建築物 至少可以省下一半的時間跟經費 看建物本身它的一個老舊程度 還有它的管路的一個使用程度 來去做一些區別 但當然一定是會比 重新蓋一棟飯店還要來的便宜 商務旅館在中山北路 即將在3月底開幕了 而為了在中山北路的一級 五星級飯店正常 具有它的競爭力 在價格上也有它的定價策略 五星級飯店旗下副品牌商務旅館 則是乘出中山北路商辦大樓 瞄準日本商務客 而為了跟本來附近 五星級飯店競爭性 房價的制定也有策略 這些年除了五星級飯店外 不少中小新的新商務旅店 雨後春水般林立 因為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 去年1到11月來台旅客 累計達到了895萬人 比起前年同期 還要成長了24.21% 前三名是日本港澳跟韓國 今年更渴望突破千萬人士 搶觀光大餅 難怪不少業者紛紛將商辦拉皮 蓋裝成商旅 記者胡克強周圍的台北採訪報導